大家好 今天是11月25星期三 美股昨晚創了新高 到極思指数 终于成功突破了3万点 加上港股亦是因为 回控的走势量例 所以指数 早市先高了231点 去到26819 之后曾经一度见过27040点 相对昨天的收市来说 是大幅度上升452点 但是 市况是量例 不过A股始终不是这么争气 尽管在上午 整个市况都是咬着高台 但下午回来已经松了 上证市到今天 收市跌了40点 对港股来说是有负面影响 所以在3点后中的时间 恒生市数一度是低见26591 即是相对昨天收市 轻轻升3点 不过不要紧 最重要是今天的指数 曾经突破7月7日的高位26782点 技术上看 市就在咬着高台 到星期四就是 即月期指转仓高峰日 星期五就是期指结算日 即是说 今个月的市 几乎是由头升到尾 不过现在要留意的 就是10天平均移动线的支持 以及大市的成交 今晚能不能够再量例 照现在这个情况 只是一般 轻轻行 就希望点击 比较高 долже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